今天要收蔬菜了 最近的天气好 最适合收蔬菜了 这次应该也能卖不错的价格 把菜给挖完后一定要马上种上 这样才能节省蔬菜成熟的时间 这块地就已经弄完了 先回去把蔬菜给放回去 继续去下一块地里看看吧 应该也可以收获了 从你什么时候来了外人呢 你好 你在这里有什么事情吗 我是旅行人 但是我现在已经饿得走不动了 比如我可以给我25个小麦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张藏宝图 你看怎么样 藏宝图吗 但是这藏宝图里的宝藏 有没有可能已经被人挖到了 你放心 这张藏宝图是我在林里面这里不远的山里找到的 不可能有人去过的 这样啊 那倒是可以试试 你在这里等我 我去就来 还好我前面把菜地给挖出来了 这里刚好有他需要的小麦 给你小麦 原来这本书就是藏宝图 让我看看宝藏离这里远不 还行 并不是很远 按照藏宝图的方向走吧 有可能今天就能找到宝藏 累死我了 都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 那边好像有点奇怪 看来那里就是藏宝地了 竟然是用钻石打造的川面门 而且这模样不像是门 更像是楼梯 进去看看吧 哇 过来了 这边好多钻石啊 连房子都是钻石建筑的 这也太富有了吧 先随便去一个房子里看看 有巷子了 里面是一套衣服 穿上试试 还挺好看的 护甲值加的也很多 继续去下一个房子 又有箱子 这都是些啥 拿出来研究呀 这个好像就是一个绿色的铁钉 然后是一个克莱音品 这个应该是回旋标吧 还真的是 好酷啊 去其他的房子里继续寻宝吧 哇哦 这里好大的一条裂缝啊 看来这里有可能发生过很大的地震 这么富有的村子 应该每家都会有宝贝吧 这是啥 还是去别的房子吧 哇哦 一辆车和一把枪 而且还是一辆不加底跑车 这可太有钱了 收起来吧 这激光枪也很不错 有了它 我就不需要害怕这里隐藏的危险了 这箱子里是啥 先拿出来吧 这怎么看起来像是无线手套啊 可惜只有两颗宝石 来尝试一下它的作用吧 哇哇哇 这是出现个啥 不会是黑洞吧 看起来好危险啊 还好消失了 我还以为要闯祸了 哦 还可以控制土块在空中移动 太神奇了 没想到这么神奇的东西这里都有 好了 村子里的东西都已经被我给拿到了 也都测试过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